提起央视春晚一集的话,当然不得不说下朱迅了,作为央视的门面,我们看到的主持人们都是光鲜亮丽的站在台前,但是背后的心酸确实又有人知,朱迅主持风格大胆婆婆,深受关注的喜爱,14岁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,有央视一姐之称,连续多次主持中央联合晚会,担任2016年央视春晚陕西西安分会场主持人,2017年1月27日担任春晚主会场主持人,朱迅,灵动的眼睛, 谈吐幽默,笑声迷人,很多观众都比较喜欢她的主持风格,只可惜自2007年的时候被查出了患上了甲状腺癌,这个疾病困扰了她无数次,医生告诉她必须要马上手术,虽然最后肿瘤没有摘除干净,但是她却很幸运,因为是良性的,朱迅在留学期间就两度患上了血管瘤,为了高昂的学费,手术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开始打工挣钱,在今年的春晚还看到了她的身影,但是不幸的是, 现在她又旧病复发,就在不久前,有媒体抓拍到了素颜的朱迅,脸色苍白,特别消瘦,看得出她是被癌症折磨的体无完肤,幸好的是她还面带笑容,因此不得已要离开央视,离开大家的视线,真的是让人很心疼,目前朱迅也暂停了所有的工作,忠愿接受治疗,希望她战胜病魔,再次回到那个光鲜亮丽的舞台。 MING PAO CANADA!